面板谷现在吃还有肉吗? Q2有春宴吗? 让我们看下去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万伦,欢迎虎真、虎虎老师 虎虎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面板双虎都涨上来了 各市涨3%跟4%早饭这么强 而且人家都说Q2面板双虎春宴要来咯 那现在买是不是相对的地位节都有肉呢? 好,这个面板从去年的第二季开始陷入到亏损 那这个经过亏损之后 一般人家就说这个面板要买的时候 要买在它亏损的时候 因为它就一直跌啊,一跌一跌 出呢,要出在它赚钱的时候 所以才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其实这个面板股我在1月31号 已经有解析过一次 那我们经过这样子几天的交易之后 我们就再来追踪一下 那到底现在面板股该怎么看呢? 好,我们先看这个友达 友达之前我就讲过 我说它的这个短压区的这个地方能不能去做客服 就是我们要观察的目标 那到目前为止它短压区的下轨线 也就是最下面的那一条线 它都还没有去碰到跟突破 也就是说有没有机会去做突破 我觉得最起码应该有那个机会去碰到 但是这个碰到之后 有没有继续再往上冲呢? 就要看这个成交量 因为我讲过一档股票它真的要大涨的话 这个成交量一定要跟着放大 那如果没有放大的话 它可能就是最好的状况就是在区间震荡 那目前来看 友达也没有转入的迹象 那也就是说 它有机会去挑战这个17.55 那可是挑战完毕之后呢 有没有必须再往上冲的话 我觉得跟这个成交量就会有非常大的关系了 那当然以目前整个这个面板股的这个价格 还有它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以区间震荡的几率是比较大 因为搭配着大盘 因为我觉得大盘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稍微稍作注意 因为现在大盘在往上冲的这个动能完全消失了 就是从3500多亿一路在往下降 那今天预估量大概不到2000亿了 就是在这种动能没有办法继续持续增长的之下 那相对的个股所分到的资金也会相对有限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了 好那再我们看第二档就是群创 群创在这地方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并没有这个转弱迹象 它也有机会再去挑战短压区的一个下跪线 12.75 那这样感觉很乐观啊 可是今天最高已经到12.55块了 只差多少 0.2 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并不大 可是不见得碰到那个下跪线就会回挡 有可能它会再往上冲 对不对 我说过这个目前整个面板股的形态 应该是以这个区间震荡是比较 机率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它是先跌的族群 它跌的蛮惨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彩晶还有37块 就一路滑下来 好那再来的当然是看目前最强的是彩晶 彩晶 对为什么彩晶会比较强呢 对这个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关心 对大家就认为说应该是因为之前 每次这个面板股要动的时候 都是不是有达先带头 就是由群创带头 为什么这次却有彩晶去带头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去年第二期开始到现在 亏损最少的就是彩晶 哦 了解 所以相较稳定咯 对就是说获利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算是稳定的 不会说大起大落 因为像友达跟群创的话 他们基本上来讲 在去年第二季到现在 应该都有亏损快要两块钱 可是这个彩晶部分 它最起码还有时候小赚一下 就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它有小赚一下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单纯彩晶它的这个营收的动能 可能会比较受到人家的关注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彩晶在这一波的一个急涨之后 有没有机会再去往这个所谓的 这个短压区的下轨线13.2去挑战 我觉得机会蛮大的 因为它已经有先回补了一个空方缺口 那回补空方缺口的意义就代表 它有先把空方的这个压力 先做一个消化 可是消化之后 它必定会回挡 而且它有放量 它量就放蛮大 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友达群创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波的攻击有放量的话 代表它拉回又量缩 未来就有机会再往上的挑战 但是如何再继续往上挑战 我讲过了它的量还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以目前来看这三档股票 彩晶它有放量上涨的这种情况之下 未来我们还是以彩晶当做指标 假设连彩晶这种强势放量上涨的这个个股 都转弱的话 那另外两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上冲了 所以这一点可能投资朋友要稍微去留意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投资朋友 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分享 也记得加入胡老师Line A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会 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